我國只有四艘潛艦 艦鄰最短的也已經服役將近三十年了 在美軍還沒有確定出售潛艦之前 傳出海軍已經編列了一千五百億的預算 自立建造四艘潛艦 立委是不分藍綠都表示支持 但是國軍卻否認海軍已經將潛艦國造案 送到國防部審核 而且還歡迎美軍還有所有民主國家和我國合作 但是也不否認美軍向日本購買舊潛艦 加裝作戰系統之後 轉賣給台灣的可能性 潛艦國造傳出海軍將打造四艘約一千五百噸的潛艦 最快在2025年就能成軍 藍綠立委統統支持 武器的國造包括潛艦的國造 我想這個都是國人 甚至過去我們也曾經主張過 那最重點是說 國防部有沒有這樣的決心 任何能夠提升我們國防技術的任何的措施 做法我想立法院都應該支持 不過預算總共將花費一千五百億元 平均每年大約七十億 雖然不會排擠其他軍種預算 但立委看法保留 他說不會排擠我是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更何況我在想第一年可能不止七十億 之後可能還追加 外船海軍已經將預算送國防部審核 但國防部全盤否認 海軍已經把作需送到國防部來審核 事實上並沒有這樣一個狀況 一向美國的軍購潛艦 仍然是我們中華民國首要的選項 但是在美國還沒有正式獲得美方的這個回應之前呢 我們將採取所謂的潛艦軍購跟國造兩者 並行的這個政策 但是軍方並不排除美國向日本買潛艦 加裝武器系統後轉售台灣的可能性 國軍張開雙臂向各國喊話合作 給美軍壓力 也給我國能不能有新一代潛艦 保留不少想像空間